大家好 上一次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软件试用的这个处理 我们通过这个 DBM模块实现了这个用户十字试用的这个方法 好 那么这一次课呢 我们继续向下讲解这个小麦听书这个项目 我们接下来呢 讲的是这个 一点点的改进 我们先讲这个 从这个文本中加载这个文字 然后呢 再进行转换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小说呢 都是从这个 网上下载的 网上下载之后 它有这个文本 文本的和这个word的 一般的是文本的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这个听书软件嘛 一定要支持这个 从文本中直接加载这个文字进行转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功能 好 我们今天来 从后到晚跟大家讲一讲 这一点点改进 从text和word中加载文本 并转换为语音 那么加载文本呢 其实TXC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直接就 open 然后 f.read 然后f.close 就ok了 然后这个 主要是注意这个文本编码方式 一般windows下的这个文本 都是这个gbk编码 但是我们python处理程序的时候 是我们喜欢这个 unicode编码的 所以要促进一下这个转换 然后这个word呢 之前我在我上 上一套课程中 其实介绍过 可以用这个132.com这个模块 去引用这个系统中的这个office 去打开word的文本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用那么庞大的office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用这个docx模块 去访问这个word的文件 那么这个模块主要是读嘛 我们又不去创建 所以读的话 用这几个哪个都行 我们就用这个速度稍微快点 不然我们又每次都要去调用那个office 它自己启动的话就很慢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两种加载方式 然后从txt和word中 加载文本 转化成语均呢 实际上这个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在实现这个文件操作 这个草案数 然后呢 qt打开文件的这个对话框 我们要点击之后 它又有一个这个选择文件 然后再根据文件后缀名进行操作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文件 打开文本 打开word 打开pdf 这就麻烦了 只能有一个打开文件 所以就要根据文件的后缀名 进行一下这个区分操作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开始演示一下 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这个程序 我们现在这个文件打开操作 并没有实现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就此实现这个打开文件的操作 把这两行没有抛出异常的 这个一句删掉 删掉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打开文本的这个操作 在我上一套课程中呢 有过介绍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所以呢 我把这个直接copy一下 那么这一行呢 实际上就是调用这个qt.gy里边的这个open file 这个dialog 就是这个对话框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然后让我们去选择一个文件打开 那么打开之后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要把这个文件的名字打印出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如果把这个文件的名字打印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执行结果是什么样的 好打开 然后就弹出了这个文件选择框 然后就弹出了这个文件选择框 我们进入之后 选择到我们这个 word里边去 OK 它打印的是 整个我们文件所在的这个完整的路径 好 那么这个文件打开的这个操作框啊 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它可以返回 文件打开这个操作呢 文件打开保存这个操作都是只是返回这个文件所在的这个路径 它不会进行实际的操作 实际的操作都是我们程序中进行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步 它这里边用的是printunicle 我这里边用的是printunicle 这样会好一些 那么然后呢 如果是根据这个文件的名字进行操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尾罪名 如果是 文件的尾罪名 如果是.doc或者.docx 这个后缀这个方式就是负索引 负5位 负5位就是后5位 负4就是后4位 后4位是.doc 或者后5位是.docx 说明我们打开的是这个word文件 那么我们就用word文件的这个规则进行读取 好 我们原来介绍的是Win32.com 然后使用这个office就是这个word application 然后去打开等等这些 那这个因为叫人物的他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 直接就用这个.docx 用.docx之后呢 直接去 打开我们指定的这个 filepath下边的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需要注意一下 刚才我们打印也看到它是正斜杠 正斜杠 正斜杠我们要把它替换成两个反斜杠 在windows下是使用反斜杠 那么这个操作完成之后就开始读取里边的内容 读取的话呢 用一个for循环把每一段的东西都读取出来 然后打印出来这个段落的内容 打印完了之后呢 我们也要把它加到我们这个多航文文空中 实际上我们最后转换的东西都在这个多航文文空中 我们不从文件直接转换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呃 我们这个之前的那个方式 打开一个world文本 好 在这边 那么我这个world文本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进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office的打开速度 这两行啊 测试小麦听书基于python和百度语音 然后看到看我们这个GUI中加载出来的这个 原来的是你好百度语音默认的 然后测试小麦听书基于python和百度语音 OK 打开完毕之后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去对它进行转换 试听之后呢 会提醒我们注册 这个是个蛮讨厌的事情 那我们就注册 我们这个注册最后这个信息写入这部分还没有搞定 那我们就先把它CUT掉 为了方便我们演示 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删了 就进入这个未注册的状态 好这个你不能告诉用户 用户进来把你的数据库文件全部都删掉的话 你什么注册信息都没有了 那你就没法让它注册了 好 我们这里呢 跟大家就是为了演示这个 从我们打开这个 百度语音 测试小麦听书 基于 八音和百度语音 OK 那么这一段呢就相当于是翻译完了 呃 这个文本呢 因为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啊 这个文本一般它喊的这个字数都是非常多的 那么像我们从word或者txt中转化完了之后 肯定抄五百了 所以呢 我们测试的东西 我们测试的时候呢 用这个文本都是我自己手抄的 就抄那么几个字 实际中呢 大家 拎出一本小出来 往里面一放肯定是抄的 抄的话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 这是 嗯 操作这个word 就这样了 那么如果是这个txt呢 嗯 ilf吧 如果这个文文件委屈是txt呢 好 如果是txt的话 我们就进行这个txt的这个打开操作 打开的时候呢 是 非常简单的 就这么三句 啊 medeter的if read的 就把所有东西都读出来了 读完了之后呢 好 为了避免这个悬挂 iOS 我把这句加上 读完了之后呢 如果你把这个medeter打印出来 你看一下 是什么东西 这次我们去找一个txt去途去 这有个新建文文文档 打开 好 你现在看他这个新建文文文文档 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圈外星文字 我基本上地球人应该没有人认识 啊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明显是乱码 啊 这个乱码是因为我们这个windows下 这个文本 它都是以这个gpk的方式进行编码的 所以我们废了半天劲 实际上这编码方式有问题 啊 这里边写的是 这是一个文件来自med学院 然后呢 然后呢 读出来之后就是乱码 这是windows的txt 详细信息 然后如果我们想正确的显示它的话 就按照它原来这个编码方式进行编码 好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中呢 我们也说过这个实际上是 gpk 这样应该就可以正常打印了 好我们试一下 好 那么你看看这个下面 这个文本打印出来的是 这是一个测试文件来自med学院 啊 跟我们这个完全吻合了 所以这就是文件编辑码的时候 老师给我们带了那些问题 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所有的编辑码才能统一到unicode 这个gpk有的时候是有点坑 当然了 如果是能统一到gpk也可以啊 那我们就统统就用中国的编码了 好 这里面也加载出来了 这是一个测试文件来自meds学院 那么这边呢 我们也点击一下实听 你好百度语音 这是一个测试文件 来自meds学院 嗯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个 啊 从txt和word中加载文本被转换为语音 啊 那么实际上其实我们注意的是 在我们加载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统计字数是会跟着变化的 注意看这个地方已输入23字 还可以输入477 嗯 这个地方统计的字数是会跟着变化的 然后呢 我们在后操作的时候呢 如果超过500字的话 你需要处理一下 在在在暂时咱们这个阶段 超过500字的话 你需要把后面的500字扣掉 不然的话你转换的话也转换不了 那百度会认为这是一次参数有问题 因为超过124字节了 好 那么 呃 今天这个课程呢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先讲到这里 因为呃 之前咱们也看到了有一个这个 这个注册的注册的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只是发了邮件 然后呢 填了这个用户注册信息 但是并没有提供这个注册 注册码的这个填写 所以呢 这个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 有一些问题 我还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讲 这个 呃等到后面有时间的时候 跟大家一块把这个注册讲了 那么目前呢 只是提供这么一种方式 啊 现在也试用的也讲完了 注册可能还漏了一点尾巴 还没讲完 好 那这个就等下次有空的时间 有空余的时候 把这个注册通通都讲完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